大家好,歡迎收看BIOS TV 好,那之前詹姆士有分享過這個 Speed Out的 如何把花牙的螺絲取出 那有網友留言說 第一次切削的時候應該是正轉 好,那為了慎重起見呢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先來看它的說明書 它的說明書說 A端這邊就是切削的那一端 A端,切削的那一端 是要reverse的 就是用反轉,反轉來切削 然後B端 來取出螺絲的時候也是用反轉 好,這是說明書的說明 所以第一次切削是用反轉 第二次也是用反轉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實體 好 好 那可以看到這邊,它是有一個傾斜的面 那傾斜面通常是用來排 排鐵穴的 可以看到這邊 那這邊有一個 直角的面 這邊是用來切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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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是正轉的話 像它是削不到鐵 那你要反轉 反轉 反轉 反轉它才能削到 螺絲的鐵的部分 削到之後 鐵卻再從這邊後面 轉的時候,把它往後排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般的 這是一般的 一般我們鑽 這是鐵工用的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有 這一面 彎曲的這一面 看這個是 它是有一個螺旋 所以它是 像正轉 下去鑽 跟這個看起來明顯就是不一樣 這個的話你可以把它 想像把它延長 所以它是一個反螺旋 跟正轉的螺旋是不一樣的 所以把它想像它是一個延長的話 它是一個會一個反螺旋 照著它這個 緊急的部分下去 反螺旋 好,所以呢 如果要用螺絲取出氣的話 這個應該 第一次 這個頭應該是用反轉的 才是把它咬住 這個頭 也是反轉的 才是把它咬住 轉出來 看它的螺旋就知道了 看它的螺旋就知道了 好,今天介紹這邊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 做好